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战云密布 成为了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美联社有一名记者 在乌国首都基辅进行现场连线时 先后用六种不同的语言报新闻 他将画面剪辑与合并之后上传推特 随即在网络上爆红 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一触即发 群传媒体持续关注情势发展 美联社一名记者克劳瑟 在首都基辅进行现场转播 用英文连线完后 他瞬间化身人体翻译机 先后用六种不同的语言报新闻 短短一分钟的影片 他连续切换了英语 如森宝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法语以及德语 口音还很道地 让全球网友看傻眼 观看数至今已经接近两千两百万 网友直呼有人耳朵也怀孕吗 他可能是某种兼职的超级间谍 还有人说他应该要拿六份薪水 这段影片也为他赢得了一票女粉丝 大呼这男人结婚了没 我恋爱了 今年41岁的克劳瑟出生于卢森堡 父亲是英国人 母亲是德国人 他们在卢森堡生活 学校使用的第一外国语就是法文 所以他在14岁以前就已经精通英德法 还有卢森堡与四种语言 克劳瑟过去也曾经讲多种语言 帮全世界报道美国大选 靠着六声道连线语言优势 成为许多媒体指定的合作对象 全球爆红 记者我家新报道